今天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在北京会见了台湾佛光山寺住持新宝一行 宋涛表示希望佛光山坚持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两岸交流 推动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宋涛对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长老辞世 表示深切哀悼 高度评价星云长老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做出的贡献 宋涛表示 新宝住持率团来访 表达佛光山坚定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和两岸交流合作的立场 我们高度赞许 希望佛光山坚持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两岸交流 推动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为促进和平统一 实现民族复兴 做出新的贡献 新宝表示 佛光山将继承星云法师夙愿 继续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实现民族复兴 贡献心力 两岸的和谐 两岸的交流 这个是大师他一直提倡的 所以我们一样本持大师的心愿 希望两岸有一个很和谐的相处